因為我很晚了 SHOGO這樣懷孕嘛 我想說他順手洗一下 SHOGO就出來說 妳幹嘛洗妳不要洗啦 我當時應該想要 妳是在幫我的話 我會覺得 我應該現在把它洗完才好 好 反而會有壓力 我們吃完飯嘛 過馬路的時候是紅燈 然後阿格力就... 就很近喔 這已經... 都已經...都已經這樣可以抱起來了 那麼近 熱戀情 熱戀情 都已經快要親我的感覺 我就說... 因為剛交往的時候嘛 所以特別的比較... 那時候比較害羞 還在裝 還不習慣啦 對 所以就跟他說 日本的情侶 不會在街上這麼的黏黏的 抱抱的 會親親那種 但是我跟SHOGO說 我知道 不過我是台灣人 所以是台灣 但是妳還是有聽我的啊 但是... 因為一開始總是要裝一下 現在就不聽了 其實當時我也有 就是比較害羞而已 沒有特別覺得日本是這樣的 所以妳不要這樣對我 心裡是不是也滿爽的 不是爽 害羞 所以其實日本人比較不會在路上 揉揉抱抱這樣就對了 對 在日本的街上看到 就是牽手的情侶也 看多一半一半啦 但是就不會這樣揉揉抱抱 反正就是台灣在這個 情侶的表達的愛意上 比較... 直接比較熱情 剛剛講到這個台灣人比較熱情 那想要問一個問題 日本人啊 故鄉稱呼都會稱呼什麼 因為台灣人稱呼其實還滿有心的 在教我們事後就是 老公、老婆、Baby、親愛的大寶、小寶、寶寶、寶貝 那麼多 有時候 你在路上... 爸爸小寶 對啊 聽到都想吐了 你在叫你兒子嗎 沒有他在叫他的那個男朋友 小寶 小寶 我姐好像都叫他男朋友叫寶寶 真的假的 對 女生叫男生寶寶 對 可能是因為我姐的男朋友比他小 小幾歲吧 齁 原來 雖然我聽的是滿想吐的 但我會忍住了 那日本都怎麼樣叫 日本基本上都會叫名字 比如說我的名字叫翔子嘛 日本發音是秀鼓 所以就會叫秀鼓或者秀鼓槍 槍是說女生的部分嗎 對 女生... 日本叫女生的時候後面會加槍 然後男生的話會加坑 坑就是坑子的G 坑 對 阿格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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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的話 所以就只會講這樣而已 感覺滿有距離 很不熟耶 嗯 寶貝什麼的話 日語的發音就會變成英文吧 就是Baby 但是就反正比較不會像台灣人那麼噁心就對了 如果叫Baby什麼的話 我會覺得他應該是跟外國的混血什麼的 可是這樣其實也滿有樂趣的耶 比方說 小口 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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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口 槍嗎 對 你怎麼高了好多音 小口槍 我可以親你嗎這樣 小口槍很奇怪 那一般會只叫小口啦 槍的話會感覺有點距離有點遠 可能剛加完的時候是不是會這樣 喔 對 還有就是年紀比較大的話會... 後面會加槍 辛苦你了 呵呵呵呵呵 小口愛してる 對 對你講的很奇怪耶 那我覺得最大的不同的點呢是... 還是跟父母有關的 喔 因為我們在上一集也有聊到說 其實日本人跟父母之間的這個聯繫上 比較不會像台灣這麼密集啊 對 有跟日本人交往過嘛 但是我跟那些就是交往過的人的家人 有見過面嗎 好像沒有見過 所以我今天就想不起來了 但是跟我媽媽大概第一個月不到就見過彼此了 可是在台灣還滿正常的耶 就台灣的父母會幫忙鑑定說 這個男朋友好不好 女朋友好不好 比較是這樣的心態 就父母會想要關心 然後幫忙看一下這個品質站不站 幫忙看一下 好緊張喔 所以台灣就是你沒有決定結婚 也會帶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去見你家這樣嗎 我認識的朋友們好像是這樣沒錯 就大學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子 但他們也沒有要結婚 對 但彼此的父母見到對方的這個小孩 大家也都還滿正常的 就滿熱情的招待 因為日本的話呢 不說男女朋友啦 個人的話都不會特別 比如說一週回一次老家去見父母的 所以就男朋友女朋友也不會特意的去把它帶回家 然後介紹給其他 所以如果日本人跟台灣人剛交往的時候 馬上台灣就說 你要不要來我家吃個飯啊 那個日本的女生可能會嚇死 這樣的話日本女生應該比較會感覺到壓力吧 感覺到壓力 可是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我就這樣問妳 妳說OK啊都可以 因為我們是已經就決定要結婚了 剛交往的時候就決定要結婚了 好啦最後也結婚了 所以這個的話 是真的就是命中注定 好棒喔 對阿 又來了 那阿格力有什麼 就感覺到文化差異的部分嗎 當然是有啊 日本女生就是讚 我自己覺得 差異最大的地方 還是在男生表達貼心的時候 女生的反應吧 好像前幾天 因為很晚了 休哥現在懷孕嘛 那個人晚還沒有洗 那時候工作晚了 那大概是12點吧 我想說她順手洗一下 然後 然後那個休哥就出來說 妳幹嘛洗 妳不要洗啊 嗯 日本女生對於做家事這一塊還是 比較有自己的堅持 會覺得說 那是自己負責的範圍 妳不要動 妳動好 就是好像嫌棄我的感覺 對阿 我當時應該想 想的是 那我明天再洗就好了 妳是在幫我的話 我會覺得 我應該現在把它洗完才好 才做得好 反而會有壓力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文化差異吧 那我覺得這個 對台灣的男生來說是蠻好的 覺得說 喔好 妳要做就做 所以日本女生讚 嗯 日本女生讚 我也這麼覺得 那今天就 講到這裡吧